欢迎加入下一秒制造所 往未来的火箭就要出发咯 各位旅客请系上安全带 我们准备启动 你现在收听的是下一秒制造所 我是主持人Jennifer 欢迎回来到这一集 我们将要来一个特别的主题 就是今天要带领大家穿越星辰 来到充满元宇宙跟丰富想象的旅程 那让我们一起探索在新的一年中 2024年嘛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占星来认识自己 然后看见更多元的可能性 那突破传统命令里面的框架 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来宾 那这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位特别来宾呢 他其实是一个作家 所以他呢曾经在他的作品 在他的著作里面描绘过各大的企业家 包含郭台铭 包含吴亲友 包含石正荣 那当然就是大家知道 这些企业家的知名企业 其实也都在这位特别来宾的笔下 其实呢我们会看到 从传记一直到个人的 这个商业经营的策略 所以其实知名作家之外呢 其实他还有一个更特别的角色 刚刚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占星 你知道占星呢 其实当然2024年的整个星象 我觉得一开始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那包含国际的星象 还有个人的这个星盘 我们刚刚有来自元宇宙的一个能量进来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就来透过这个元宇宙的一个提示 然后来帮我们揭示整个星象背后的秘密 所以我们今天就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传记作家 还有我们的占星专家林静怡 来聊聊星象还有科技之间 和我们之间的纠葛吗 还是跟我们之间的一些连结 然后呢怎么再去 透过这样的访谈 我们来揭开星象的神秘面纱 然后来探索 不管是现在的宇宙 还有未来的元宇宙的奥秘 那我们就立刻来欢迎我们的星象专家林静怡 静怡好 大家好 我是静怡 好 那我们请静怡先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最好奇的就是 你一开始是专记作家嘛 那你再踏入到这个 整个星座专家的这个过程 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好啊 其实我是在十几年前误打误撞 然后我就常说 我学那个詹音学 是因为一个一千块的折价 为什么 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好朋友 他想学詹音学 然后那时候他就报名了课 他就跟我说 好像是五百而已 还没到一千 他就说两个人同报可以折五百 他就为了那个折价 我忘记是五百一千 因为太久了 四几年前 我就说好 然后那时候我学了第三堂课后 我那时候还是在杂志社做主编 我就回去帮我们那时候的总编解盘 因为我那时候学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 那个整个就是那个星盘 对我来讲它很像一个金字塔 你可以看见那个立体的关系 就很像我们就是整个 把自己就是宇宙的太阳系 把它投影投射下来 在一张纸上 可是你可以感觉 它是在那个纸上 是整个浮出来 就很像元宇宙的感觉 那时候十几年前 还没有什么元宇宙概念 可是对我来讲 我第一次接触詹音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想象 跟这样子真的实体上五感六觉 这样子觉得它就是一个未来 趋势甚至未来 它可以呼应到小宇宙 跟大宇宙之间的连结 后来呢 其实我常常在演讲跟分享的时候 人家问我说 老师 你那个传记作家跟星盘咨询师 跟星盘老师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后来 对因为我被问太久 这种问题 我后来想想 有一天我突然顿悟一件事情是 其实我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 我就在做生命叙事的事情 生命叙事 就是我在写那些传记 那些所谓企业家或品牌传记 我在写他们的人生故事 他们的人生叙事 然后呢 其实我在看星盘 在做星盘咨询的时候 在教三星课的时候 我也是带领着大家 去进入自己一个又一个的小宇宙 就很像 自己会觉得自己很像宇宙的领航员 然后穿梭在不同的小宇宙之间 所以你就会觉得 那是很丰富的 然后世界是很好玩的 人性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想象力是无限的 然后当你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小宇宙 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小宇宙 跟着大宇宙去产生的一个共振效果 跟所谓的共识性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管你是多大格局的企业家 或是总统领袖人物 一直到像我这样子的事情小明 我觉得认识自己 跟活出真正的自我 我常常讲说我们不是活出真正的自我而已 它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怎么透过一个工具 比如说就占星学 去让你活出真我 其实我觉得静怡很特别的就是 因为这个之前其实我们聊过 因为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也学过占星 对 我也自己去排命盘 然后呢 其实也会帮周遭的朋友拍 然后我觉得静怡很特别的就是 那个天赋 就是你说过你看到那个占星的 整个图像 其实是3D立体的 整个就是一个投射 好像投射出来的一个 整个就像我们现在讲那个元宇宙 你可以视觉化那个星盘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能力 那再加上我觉得刚才讲到这种 宇宙领航员 其实因为我也去上过静怡的课 对 因为虽然我后续没有专研到 这个占星去 在星盘上没有太深入的专研 但是我上次去听了静怡的课 就是也是在启发我 觉得对这方面 因为元宇宙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各方面去连结 所以就了解到占星学 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说它好像只是一个 了解命理这样子的概念 而是它也是一种符号学 那它也是宇宙学 对 那它也是神秘学也好 心理学 所以我觉得它有各种丰富的面向 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真的就要来 我觉得更用科学的方式 其实来看这个星盘 这个占星的这个领域 怎么来跟我们个人 还有跟这个全世界来关联 对 那我想说 因为刚才静怡讲到这个 可以把这个占星变成宇宙领航员 那它肯定就是说能够从我觉得一个大的一个心向 对对 然后怎么来去看我们自己内心的小宇宙嘛 对 所以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作为就是像你对这个星盘的一些解析啊 其实也一直深入到人的心里 那怎么去透过星盘来认识我们自己独特的小宇宙 也就是说大概入门帮我们解释一下星盘的意义 我常常说上完占星课 我的学生我都会说 如果以后有人问你们 你们是什么星座 你就一定要回答他说 你是问我太阳星座还是月亮星座 好 这什么意思呢 还是火星还是水星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星盘都是一个太阳系 就是我们小时候学那个天文学 有太阳 有金星 有水星 有冥王星 有木星 有海王星 有土星 等等有火星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你的星盘是什么意思呢 星盘是四分钟一度 它是你出生的那个moment 就是跟你同年 同月 同日 同时 同分 出生在台湾 台北 因为台湾比较没有的经纬度的差异 出生在伦敦 在纽约 你们星盘完全不一样 它就是你诞生 你降落地球那个时间跟地点 我们就往天上的太阳系 拍了一张照 就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把它投影 投射下来 变成你的生命地图 所以我其实也学过紫薇啊 也学过其他的风水啊 那些类似东方的命力 可是其实我后来还是选择 就是在这十几年的路上 我其实会一直在 我觉得詹经学令我就是越探索 我越觉得越奇妙 越奥秘的原因是 你会觉得越 越觉得它越好玩的原因是因为 它呢 其实可以更细微 更优微的 去连结到一个人 它不是只有一个 比如说你现在的机运 你的运势而已 而是更细致地去看见你的心理产生的变化 所以呢 其实詹经学如果你真的要理解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的小宇宙 你要理解心理学 你要理解社会学 你要理解好多好多的学问 好 甚至呢 其实詹经学在讲什么呢 它其实跟东方的佛法也有关系哦 它其实在讲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身心灵 你要怎么去达成你个人小宇宙之间的身心灵的一个平衡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说 你认识的每个人的心盘都是一个独特的太阳系 对不对 所以双胞胎 假设是自然产 它差了十几分钟 它的心盘也会不一样嘛 对吧 超过那十分钟 对 那当然我自己在食物上有几个双胞胎 它的个案是剖腹 因为现在剖腹比较 有时候就常常都是剖腹 那如果它可能差个两分钟到三分钟 我自己也会看见一个状态是 双胞胎的心盘上它就会有那种互补跟投射的能量 像我之前有个个案他们就是 那个双胞胎是双子的能量 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活出了一个阳性的面向 一个就会比较柔 比较阴性的面向 那其实我要讲的是 每一个人心盘上都有阴性力量跟阳性力量 那这也不是我讲的是容格 精神分心学派的创始大师容格 他透过詹音学理解了 原来一个人身上有阴性跟阳性力量 所以他开始有所谓的圆形 那现在我们很流行的十六型人格 也是从容格詹音学里面的圆形来的 那容格这些东西 什么潜意识 包含圆形 包含共识这些东西 他是透过詹音学来的 好 那其实如果假设有一个这么细致 专属你与你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生命的地图跟蓝图 可以让你看见你自己 然后你可以很快地从中去找到你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太阳 Jirvan 你太阳在哪里 有你做 有太阳 只有水瓶 好 水瓶座 对不对 那你的金星跟水星在哪 金星跟水星我好像没有背起来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得出来 我们常常讲说 我常常被问到爱情要怎么相处 比如说他可能太阳是在水瓶 他可能金星绝对不会超过太阳星座的前后两个星座 因为它48度 所以他不会超过前后两个星座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你太阳水瓶 可是假设你的金星落在摩羯 我是不是乱讲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会是喜欢 相较于一般的水瓶人 你其实会比较喜欢稳定跟稳重的对象 因为摩羯它是稳重的感觉 跟一样太阳在水瓶 金星落在水瓶 他的喜欢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OK 好 那水星也是啊 水星代表一个人沟通思考表达 好 那水星其实因为跟太阳更近了 所以它不会超过太阳的前后的一个星座 所以我随便乱说 假设你的太阳落在水瓶 你的水星是落在水瓶 那当然这个人就比较理性嘛 因为我们知道水瓶是比较风向元素的 可是它如果如果在双鱼呢 双鱼是感性的 是想象力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哇 一样是太阳水瓶的人 光是我们光看金星跟水星就不一样了 那更不要黄润那些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明王星 这些所谓的更多的行星 所以其实太阳系里面的这些行星的能量 转化到个人的地图上 它代表了你的人生的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金星管你的爱情 不是只有管爱情 它管你的审美观 管你喜欢的东西 管你愉悦的东西 管你的有没有美学天赋 OK 你喜欢的 你爱的 那比如说火星 大家以为火星 火星管什么 心动力 它也管性 它也管你的一个人有没有驱动力 所以其实我常常在小朋友的心盘上 爸妈妈可能在想说 我要怎么让他好好的念书 你一直教他念书 他不会念书 所以你要去看看水星跟火星在哪里 怎么样可以激起他 可以主动学习的精神 好 然后比如说你碰到 也很简单 比如说你碰到老板 你要跟老板做报告 做简介 那你起码要知道老板的水星 在哪里 金星在哪里 因为他的思考工作表现什么方式 然后他的喜欢的东西是怎么样子 所以其实当你理解了 哇 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这个不同的面向 透过不同的行星力量 去看见不同的自己这件事情 那不是 就不会再用很标准 或是很简单的 很表象的去看见一个人 然后回到你自己真正的本质这件事情 然后这也是 我常常讲说 其实星盘它不是数命论 它是让你看见你自己流动的生命模式 其实我们常常看星盘 就是会最常看的太阳跟月跟上升 这几个 那这几个怎么互相解释呢 我跟你说 上升是这样子的 上升是你出生那个moment 它定位 所以上升重不重要 重要 然后千万不要再说什么30岁后才看上升 没有 上升一开始 没有上升 你是定位不了你整张星图 是有了上升定位点之后 展开12个宫位 然后再看那个时候的行星落在什么星座 去分别落在哪个宫位的哪一个部分 所以上升就很像你整张星盘的定位点 好 那太阳代表比较发光发热外形的自己 你就可以说我们最常意识到的太阳 它也代表你的成就 你这辈子你的心中的成就 你的想望 好 那太阳在一个人心盘上 它也代表爸爸 所以爸爸是我们每个人心盘上会第一个碰到男性的原型 所以你个人内在的权威 其实会跟你的太阳有所呼应 好 然后呢月亮是什么 月亮是你的内在世界 它其实包含很多你怎么去滋养自己的方式 假设你突然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疲乏或是很容易就是 比如说你可能走到一个人生比较低谷的时候 请你去跟你的月亮对话 因为月亮代表你可以找到你滋养的方式嘛 滋养自己的方式 所以来这三个东西 上升 太阳 跟月亮 这三者 上升有点像是连接太阳跟月亮的使者 OK 还有呢 其实太阳 月亮跟上升 在我们古典三星学里面 很多我们的精神点 幸运点 还有基础点 都是透过这三个去计算出来的 然后但是比较高阶的技巧 我们就先不要讲那么复杂 但是呢 就是 其实就算你不知道什么火星啊 木星 海王星 天王星 那个 你光就 你的上升星座在哪里 你的太阳星座在哪里 你的月亮星座在哪里 你就可以看到简单版的自己 其实我觉得在跟这种心理学的构面 做融结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找到一些 我觉得自己不同的定位 那我觉得因为 静宇的身份 其实不仅是在解析这些占星 其实我觉得你也在 做蛮多心理资商的嘛 怎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 我觉得很多就是 大家刚才讲到 很需要身心灵的这一块嘛 所以透过这样 来全面的来认识自己 或者说通常你会给予 什么样的建议 应该是说 我比较会从他的心盘当中 给予他人生 他现在这个阶段的他 需要的一些 不管是工具 或者是思维 或者是观点 那我自己本身 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其实我发现啊 很多人啊 其实是 其实你会茫然 然后你会 不知道自己怎么办 是因为你问错问题 我常常讲一句话 就我个案应该都很熟悉 我说没有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那是因为 如果你找不到答案 你一直转一直转 一直转找不到答案 那表示你问错问题了 然后呢 因为呢 我就讲说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宇宙观啦 需要一个 就是让你有一个制高点 可以纵观跟全面的 看见你的生命的全貌 当你知道你接下来 可能会迎接什么 当你知道你心盘上 有哪些保障 还有哪些潜源的时候 你开始可以跳脱 框架思考 你不会只陷在你一直转 不出去的地方 所以我其实常常在扮演的角色 我把 因为我自己过去在那个 成胎学院老年所 我就是主攻那个叙事 叙事治疗跟叙事老年学 所以我把叙事 就这样子 我为什么喜欢叙事 因为我觉得它跟故事很不一样 故事是名词 叙事是动词 我会认为 当我们看见 假设一个心盘 是一个人生故事的脚本 那透过心盘咨询 我把它叫做叙事 三星学的方式 把它转化成 你的生命叙事 它就是变动词的 它是有力量的 它是可以改变的 它是可以重生的 它是可以转化的 好 那呢 其实我常在讲说 我还在给我个案出功课 就是有些人 我会觉得他需要功课 比如说 有些人需要写赶恩日记 他们就真的要乖乖写30天 那如果没有乖乖写的话 我就说你不能预约下一次 因为你不做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你下次再来 还是一样的问题 但我是融合了很多 就是一些比较心理的 技巧 然后让一个人 可以真正把这个生命的 就是心 我常常说 我只是宇宙领航员 所以呢 这个星盘的主人 是你们 不是我 OK 好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星盘 这么漂亮 这么美丽的星球 你自己本身 这么漂亮的一个 这么丰富的宇宙世界 你的小宇宙 我还给你 你以前忽略它的 我帮你看见 我告诉你 然后呢 你要真正的把它 变成是你的 然后有一个新的自己出现 当你看见了 你掌握那些技巧 你就有办法把这些 就是我讲的 就是变成星盘叙事 把它变成主动的 前进的力量 然后你就会发现 那些挫折 那些困难 那些逆境 其实都是在锐炼你 另外一个 它是一把钥匙 你要去打开那个门 去看见你另外的 生命的宝藏 我觉得这很像 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好像 譬如说每一个 每一个灵魂 它出生 事实上可能都有一个 任务或者使命 而且它也都是独特的 那我觉得 以前可能 我觉得自己在 生命的过程 也许自己 没有办法理解一些事情 但是透过一个 就是制高点 其实来帮你看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 彰显出你那一个 独特性嘛 对不对 是的 而且我会发现 其实你会发现 人有无限的可能性 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 其实这个例子 我还蛮常举的 就是我到截至目前为止 我最小的个案 是一个11岁的小女生 然后当然 如果说 如果是线上咨询的话 最小个案是 出生一个礼拜 因为妈妈是我的个案 所以她就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 小朋友的星盘是什么 这样 好 我就讲 我就举例那个 11岁的小女生 她为什么呢 其实她 很好玩 她是妈妈先来做咨询 然后回去跟她 回去跟她分享 然后她就跟妈妈说 妈妈 我也想要去找静怡老师 我想要 知道我的星盘 然后后来呢 我还记得那一天 他们是约周末的下午 然后就来了我的那个office 就是我那个事务所 然后进来之后 我本来以为 爸爸妈妈带她来 然后我就以为是爸爸妈妈帮她问 11岁的小女生嘛 你一定是这样想 不是耶 是她自己问 然后自己听星盘 那我必须要说 她的 她在 因为她说她来的时候 是11岁 那她是三年前 她就得起来 所以她不知道 为什么 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生 她为什么 就是大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她变成要在儿童病房 对她要看看 做好多好多的化疗 好多的治疗 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要来这个地球 为什么要来受这个苦 为什么什么什么 她就 而且她其实又觉得 好像她很多水平能量 她呢 她就觉得说 她好像是一个外星人 到了地球 她好像融合不了 她不知道她的这辈子 我是谁 我要做什么 我要往何处去 一个11岁 11岁的小女生 有这么多疑问 可是呢 我们通过星盘 我们通过星盘告诉她 她那天 她回去后 就请妈妈传简讯 给我说 她度过了一个 非常愉悦的周末的午后 OK 好 然后另外呢 其实我有 我常常有看见 很多的可能性 就是说 很多我们以为的那种 我发现很多人 是不敢想象 或是不知道什么想象 像比如说 我有个个案 她是从空姐变机师 对 那个个案你就熟 我讲过 对 很多人觉得说 而且她是三十几岁 她那时候要决定要 考机师 考机师执照的时候 是三十五岁 然后她真的在考上 因为其实美国的机师 是要考好多张执照 平均六到七张 而且她是个女生 她是个女生 然后呢 她是在美国 她第一次预约我的时候 是因为呢 她那时候第一次考试 然后碰到白人的考官男性 那有一些种族歧视 她其实很明确的知道 因为她比是一百分满分 可是在考上机考的时候 她就 她给的问题 就是觉得你怎么 你怎么 就是有一种歧视意味在 反正她就没过 可是美国在考机师执照的时候 虽然 他们都有可以再次考试的机会 可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 其实呢 如果你是要去 真的 未来你要interview那种 真正航空公司的机师 如果你在考这些执照的过程当中 你失败的次数超过三次 你其实很难有interview的机会 就是人家会觉得说 你怎么考几张执照 每考都要考第二次 对 一直fail 对 所以她第一次fail的时候 她就觉得她不可能 她可能顶多再一次fail 她不可能有 可是漫漫长路啊 她才开始考那怎么办 那其实我陪伴她三年多 她现在已经是开七六七的 就真的是成为一个航空公司的机师 而且如愿 她后来就决定她要去开 就是 就是她要开大飞机 然后真的也考上了 然后其实有很多那种 所谓的那种个案 她其实是 更多的是 透过心态 去认识不同面向的自己 然后发现她自己 原来过去所卡关的事情是什么 对啊 我觉得这种发现自己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人生中很珍贵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 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会觉得自己做不到 那不管怎么样啦 就不管是 未来有没有机会开拓 或是其实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从星盘上 其实是可以看到你的可能性 是的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你有去上那个成品战兴课 其中有个学员 他上了四堂课后 然后呢 他就传简讯给我 他说谢谢我 我让他看见了不一样的他 然后呢 很有趣 他本来是一个国际翻译 后来呢 他因为上了占星课 因为我跟他讲 他星盘的特色是什么 他相信他自己可以开创 所以呢 他就去interview了一个工作 叫美国维基尼亚座在台协会的 对 办事处的 对 处长 然后他说 如果他没有上完占星课 没有听过我讲他的星盘 他过去的 他绝对不敢去争取这件事情 他不相信他可以 这就是胆量胆子的问题 他去interview了 他真的过五关哦 他就是 到最后后面三关就是美国的那些 那个维基尼亚座那些官员什么的 后来呢 他真的上了 他打败后 他就真的成为美国维基尼亚座在台协会 然后他还传诊信给我说 我可以是你的成功个案了吧 我说是是是绝对很成功 我就说小智 不是说一定要转变成什么空姐变迹是这么大 其实小智你在 你可以去想象你的 直癌的可能性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翻译 其实我觉得他也就很适合代表 这个等于是在AIT的这个体系下 其实代表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些沟通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这个可能性的开拓 其实有各种面向 那这个当然我觉得 对于个人来说 我觉得可能就要深入去自己去理解 那甚至就是说 在心理的层面 我觉得怎么去寻求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这种 叫做心理治疗师去搭配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对个人来说 突破框架 突破既有的限制 其实是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发展 尤其是我觉得 之前听静怡讲 现在进入到2024 整个 所以我们现在从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 或者是一个比较 我们叫总体的一个 占星学 那因为其实最近 国际发生还蛮多事情的嘛 对 那不管是战争 不管是大选 各国其实现在有很多选举 那2024到2025 感觉上好像是要转换一个新旧交接 对 那静怡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这一类 就是新的一些世界观 好 讲世界大趋势的时候 我们会看 特别会注意 明王星 木星 土星 海王星 跟天王星的变幻星座 那2023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星指引真相 就是明王星从摩羯进入了水平 但是它在3到6月短暂进入水平之后 又例行回摩羯 好 那水平的能量是什么 它代表科技 代表创新 代表颠覆 代表所谓的AI OK 好 它其实代表好多东西 我就举例好了 那时候其实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就是 在上那个趋势访谈的时候 我就请大家 我在2022年底 2023年1月的时候 在录音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请大家2023年要留意AI概念股 我那时候还被问说 什么叫AI概念股 好 结果3到6月 Shift GBT 横空出世 就在冥王星进水平的时候 好 那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宇宙它其实在告诉你了 接下来的20年 从2024 一直到2043 是冥王星水平的时代 我已经在告诉你说 我已经给你hint 我给你提醒了 未来的人 所有不管各行各业的人 或是个人 或是企业 或是组织 机构 等等 我们要如何透过AI的力量 让自己get better 变得更好 虽然AI会产生很多问题 可是你完全 就像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进入AI时代 这是道理是一样的 好 再来就是说 其实今年很好玩 今年有趣的是 今年有70个国家 全球大概有70个吧 我忘记几个了 全部在进入选举当中 所以2023到2024 是整个宇宙气象的 新旧能量的交界 什么意思呢 冥王星从摩羯 过去的20年自在摩羯 那是2008进入摩羯 所以2008进入摩羯 全球的发生一个大事 叫金融风暴 冥王星是先摧毁 然后因为它要你重新再建立 迎向新的时代 所以呢 我们可以想象 AI它可能会摧毁非常多东西 可是它在告诉你什么 赶快进入新的时代吧 那水平的能量 又是联盟的能量 所以未来绝对是 团队合作的能量 未来绝对会是一个联盟 就是你如何去串联 所有的价值链 你如何跨界 如何crossover 那因为它有天王星 有土星的 因为它主管行事 天王星有土星 所以个人那种疏离感 孤独感那种感觉 所以身心灵会往上 还有加上因为水平的对攻是狮子 狮子是代表发光发热 所以美的产业会起来 然后好玩的 创造力的产业也会起来 好 然后呢 其实今年的 2023-2023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第一就是蛮好玩 就是东方液晶里面 我们讲的离火挂 一样就是刚好东西方同时 在2024到2043 这将近20年同时进入了新的能量 那离火自己本身 如果有研究意经就知道 它其实代表是一种 离火挂是一个真的也是虚实整合 比较虚拟的 然后它也代表美的东西 好 也是火能 就是比较要需要动力去改变这件事 刚好也呼应水平这样子的真相 好 那所以呢 作为一个人 就是我们这个小宇宙 我们在这个大宇宙 这个环境之下 你要怎么 你要跟他合作吧 如果你不跟他合作 你就会被淘汰 那与其 你要被他淘汰 你不如直接去拥抱他 然后就他很 我常形容AI代表怕的原因是 他就是很像帮你装上翅膀 OK 然后呢 他不是要你写coding 未来你不需要写coding 未来是 AI早就帮你写coding 这也不是我讲 是NVIDIA的黄仁勋讲的 你反而更要去做 AI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透过AI协助你去创造 你从未 你以前不敢想象的高度跟格局 跟视野 其实这又是再一次 从这样子的占星看到可能性 就是个人的可能性 直到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刚才 没有听得很专心的话 要帮大家summary一下 所以从2024开始 其实我觉得人类 就会慢慢进入到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刚才讲到的跨界 联盟 其实大家必须要携手合作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反而不叫做打群架 我觉得其实是携手合作 那跨界其实必须要互相了解 然后互相创新 然后当然我们又有了更好的工具 就是有AI这样的工具 或是有元宇宙这样的工具 就是有这种科技的工具 其实变成是我们的帮手 我觉得会让人类 我觉得会去思考 我觉得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透过美 创造力 其实我觉得来 build up一个更好的世界 所以接下来的倾向是往这边 因为之前听静怡讲过 就是上一个世代 摩羯世代 其实也run了好一阵子 从2008到2024 今年的9月到11月 会在逆行回摩羯 所以这是最后一次逆行回摩羯了 然后呢很好玩 我刚才跟珍妮的分享说 9月到11月逆行回摩羯 摩羯是老的真相 刚好美国中文大学 这次两个都是老人在选 对啊 这很有趣 这很有趣 对啊 我觉得可以请静怡稍微讲一下 因为接下来我想 这个美国大学是攸关 就是全球的这个趋势 不管是经济啊 或是政治上面 对啊 所以要不要稍微预测一下 会发生什么事 中美国的国家心盘来看 他其实从2020年那一次大选 其实很明确就在进入一个 冥王心回归 所以你会发现说 美国其实你们说 大家都说川普是狂人 没有错 那事实上呢 其实他也蛮符合 就是我才想说选举的候选人 很像是那个人 就他们那个国民 那个国家的集体潜意 是选出来的 那冥王心回归 就是一般人的冥王心回归 跟国家心盘的冥王心回归 他总共代表一个意思 就是他要进入一个 你要把旧的东西给摧毁掉 或是说给打破 打破后 你要去看见什么 真正有价值的 或是你看见你的脆 你要直视那个脆弱面 比如说 经历了川普第一任的总统后 美国经济 他们看见 哇 原来他们的民主是这么的脆弱 OK 那人类 我觉得人类的文明在干嘛呢 其实不管你是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或是AI时代 或是元宇宙 它其实都在 它的本质是不变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经验 透过我们经历的那些 不管就是那些世界的情势或变化 我们去 upgrade 或是我们去演化 去进化 所以人类的文明才有办法 心火相传这样下去 它其实代表 它是要干嘛 最终要什么 淬炼出生命的指挥 好 那所以回到美国总统选举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美国的2024年的选举 它其实又是再一次 就是川普假设没有意外 假设没有意外 就是川普可以选到底的话 那因为木星 就是我们讲宇宙第一大星云星 在今年的五月会进入双值 它的确会在美国总统投票日 11月5号的那一天 就是假设我们要预测 我们常常在英学家会很好玩 就会想要预测说 谁会有机会胜出 这个其实很好 玩很多 很多人都会在做这样的研究 假设在当时 就是在当天11月5号 投票的那个 他们的票单上面有 川普是可以选的 是可以被投票的 那的确整个宇宙的气象 木星 其实是合向他的太阳 他本身就是一个 有双子星群的人 他的确是有很大的机会 是可以胜出的 然后拜登要面对很多状况 包含就是 他以巴战争 他其实其实 其实也是有很多摇摆州 他其实已经开始觉得 他为什么可以就是这样放任 这样子的一个报复性的一个新闻 一个问题就是 拜登的心法可以看见 美国要面对那个边境移民的问题 那个东西如果他没有一个解法的话 其实也会是让他在今年的选举当中 他其实要比较头痛的 然后这样他的身体状况 其实我那时候在他选上的时候 我就看他的心法 就说我觉得拜登的身体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那时候我的个案 还有我的学生们就说 真的耶 最近就看这今年的表现 对 所以这个一个预测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过这个应该是讲说 水逆其实在9到11月 其实还会回到摩羯的一次 那所以11月之后 就会正式进到水平 那我想说 很多人都对水逆这两个字 其实会蛮敏感的 因为大家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静怡可不可以稍微 帮我们科普一下水逆的一个 不是只有水星才会逆行 冥王星也会逆行 海王星也会 土星也会 其实星星只有太阳跟月亮 其实其他都会逆 星星也会逆行 火星也会 比如说今年的12月6号 火星会在狮子座逆行 一直逆到 逆到2025年的 我记得是2月吧 会从狮子座逆回巨蟹座 OK 所以其实年底 年底的整个世界的 因为火星也代表 冲突战争 所以整个年底下半年 我们其实会进入一个 加上冥王星也在逆行 所以下半年其实是一个比较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一些冲突 或是很多的一些变化 其实是比较动荡的 那上半年呢 其实有个木星跟天王星 在4到6月 所以上半年 其实大家要留意的 4到6月 因为木星跟天王星 天王星也代表一种剧烈的变化 然后又跟木星合相 所以可能是好 也可能是坏 这有点是废话 但是呢 其实它就会代表说 4到6月你可以关注一下 那下半年就是9月到10 开始到年底 好 那 我在讲 大家 我说水星好可怜 只要有什么不顺啊 什么东西荡掉 对 的确 电脑通讯设备 这些东西都是水星管的 刚好今年木星 我刚刚讲说 木星在5月后 一直走到明年 2025年的上半年 木星都在双子 双子的主管行音就是水星 水星本来管的 就是通讯设备连结啊 还有所谓的communication啊 还有所谓的使者 它可以穿 因为水星在我们的 所谓的那个 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 它是唯一一个 就是可以穿越天界 它可以到天上 也可以到地府 也可以到人间 它有点像使者这样的概念 所以呢 其实呢 回过头来 水星的逆行才不是最可怕的 那到底 一年有差不多 三到四次的水星逆行 都很正常 对 我上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他是一个老板 他说 我那个底下有员工 每次在跟我请假的时候 就跟我讲说 因为水星逆行 所以他什么什么的 因为水逆啊 对 因为水逆害我 什么什么都不行 然后我就说 哇 那你的员工可能一年 他先把 一年有三到四次 我说他可能都要请假了 这个借口还蛮多的 蛮好用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 其实都会逆行 比如说金星会逆行 像去年 我还记得那时候 去年金星逆行 我就有预测 我就其实在 因为刚好有占星课 我就在教大家怎么看的时候 我那时候讲说 哦 其实会有一些什么名人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一些绯闻 什么什么的 结果那时候就发生了 me too 事件 然后就是 从我讲的 怎么会中的那些族群里面 在依序展开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 小宇宙跟大宇宙 我们看见趋始的一个 一个还蛮有趣的呼应啦 所以说其实很多行星都会逆行 那行星逆行怎么办 行星逆行的意思就是视觉上 不是它真的在天上逆行 是我们从地球的观点看 这个运行它的速度 你会觉得好像倒着走 其实它没有 嗯 那是一个视觉上我们从 因为心 詹音学的逆行是 从地球观 就是我们在 也有一种是站在太阳系之外看的 嗯 那 不同视角 不同视角来看 对 那我们讲逆行是 我们站在地球看太阳系的行星 我们觉得它很难逆行 嗯 就是说对于地球上面的影响 对 但是那个好处是 我要回过头来讲 不管哪个行星逆行 去看那个行星代表的事项 嗯 那它逆行是什么 逆行同时也是代表 反省觉醒跟警察 跟内省的一个机会 或是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再一次去把它做好 嗯 比如说水星 我举例好了 就是大家最 最常讲的水星逆行 水星我刚刚讲 代表沟通思考表达 代表就是 一些连结嘛 嗯 那你水星逆行的时候 你就去拜访 假设你是业务 你就去拜访 那个每次都签约 签不下来的客户啊 嗯 再一次的意思嘛 嗯 或者是水星也代表同学 老同学 那你就去跟老同学 或是你去跟老朋友 约见面吃饭 那也是很好的啊 像很多人在水逆的时候 遇故人啊 像我也是在水 我在去年的水逆 跟我的二十几年 没见得武专同学 重新重逢啊 嗯 就是 我觉得那个状态就是 它其实是可以再一次的意思 反正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过度的解释 水逆这样的事情 那任何行星 其实它都会有逆行的状况 那逆行的状况 我们只要去关注 甚至就是说 可能去了解它这个心本身 代表的意义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多做一些 我觉得可以去做 刚才讲的反省啊 或是去观察 对对对的事情 其实它并没有 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是的 好这个真的要帮大家解释 然后呢 我们就是有接到这个 那个 来自我们的这个听众的call in 来自于我可以吗 就是 大家想要知道就是说啊 如果从心上来看集体潜意识 那未来的趋势 其实都来看木星嘛 因为木星是第一大行星 第一大 这概念是什么 太阳 金星 火星 水星 跟月亮 这属于个人行星 好 那呢 木星是一年变化一次一个星座 平均一个星座走一年 所以木星叫社会行星 还有另外一个社会星叫土星 它是平均两年半到三年 因为土星也会逆行 比较长一点 对 所以木星跟土星 社会行星是我们会看的 集体潜意识的 好 那木星会代表 比如说木星走到 金牛 那属于金牛的人事物 因为它被宇宙的幸运星照耀 所以我们就觉得跟金牛相关的就会特别幸运 所以我们会从木星走到哪个星座去判断 什么东西会比较幸运人事物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一个投资者 或是说你是一个决策者 那你或是你要预测商机 你可能就可以从这边走 那土星呢 其实是土星跟木星是一个人心盘上的老师 那土星是比较是 比较是会是 很多人不喜欢土星 甚至还有那种业力之星的那种称号 但是其实土星它其实代表是农耕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你经过两年半到三年土星给你的功课 比如说落在什么主题 你好好去做功课 它其实反而得到了果实 是更为扎实的 就很像农夫在播种 然后种子长出来 因为木星有点像幸运神突然这一年到你家 可是就有点像天降幸运 然后后来走了就没了 这种的 有点像比如说你种热透的感觉 可是土星是你扎扎实实的去耕耘 然后去播种 去每天浇花灌溉浇水这样子的 这样子让它长出来的东西 这个农作物是实在属于你的 好 那另外一个天王星海王星跟明王星 因为天王星是每七年换一个星座 那它代表 我刚刚说天王星被我们人类发现的时候 是我们刚好发现工业革命 所以对整个集体潜意识的 来看的它的趋势的时候 其实天王星代表一个变化 创新跟革命的过程 好 那海王星呢 它是比较属于梦想梦幻 然后它是十四年换一个星座 所以海王星在换星座的同时 某种程度你也会发现 人们的集体潜意识会往那个方向走 它十四年一个 那冥王星 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冥王星摩羯 那冥王星是平均二十年 所以你想想看 只要它时间越久 才换一个星座 它一换一定会惊天动地 会带来一些天翻地覆的改变 好 所以其实在看集体潜意识的时候 我们会看这五颗星星 了解 好 所以就让我们进一步地去了解 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重新 沾心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其实去看到各种面向 然后的改变 我觉得帮我们做一些预测判断 然后我觉得也让大家 我觉得不用害怕 甚至通过各种的角度 来看社会 来看个人 来看世界 好 那这个议题我想太有趣了 因为这个人会聊不完 其实当然我觉得静怡这方面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相关的访谈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去看 那我们今天当然就要再来深入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占星学 其实当然我觉得有来已久 不管刚才讲到荣格 他再从心理分析 其实再来进入 那或者是说更早之前 人类在关心 从巴比伦时代 其实就已经在开始 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符号学 所以我上次听过静怡的演讲 就觉得真的占星学太有趣了 真的不是我们一般想象说 好像你只是想要了解一个人而已 它真的是可以了解到方方面面 甚至刚才讲到这个叙事学的各种可能性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就是进入到元宇宙 甚至刚才就是静怡讲到AI 其实AI元宇宙我想都是接下来 我觉得在这个水平时代开始的一个 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去接触了解 甚至我觉得帮大家产生可能性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人其实是不会 其实我是还蛮赞同 就是黄仁勋讲的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其实我们常觉得 这些新的科技来 其实都不是要取代任何人 而是让我觉得我们大家更有power 大家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说 从这个占星来看 就是说我们该怎么来 从占星来看这个元宇宙 那未来的可能还有哪些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从占星学来 我刚刚一直在讲说 就是如果我们讲从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其实在2025 2026的时候 其实海王星也会换星座 会从那个双鱼换到母羊 然后呢 那个天王星呢 也在2025年的3月30号 会从会换到双子座 那双子跟母羊都是一个比较 母羊它是一个很独特 它的关键叫IM 很个人化的 然后呢 双子是代表沟通思考连结 如果你不太清楚就是双子座什么感觉 你今年留意一下 今年木星在五月后进入双子座 到明年2025年的上半年 到底会这些在AI元宇宙 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 那个东西会在天王星 就是2025年后的七年 它会整个 popular 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如果就整个星相学来讲 元宇宙跟AI的所有的运用 比如说今年 其实我去年就讲说 今年一定是深层式AI 一定是的 这个不用讲 那之后呢 之后是你怎么去 因为我刚刚说海王星晶舞羊 你就会发现那种个人的独特心 个人要更回到自己 我之所以是我 我之所以是我这件事情 它又更强调那种需求 而且它走14年 所以呢 然后呢 因为母羊带的头 所以AR VR那种虚拟实境的东西 一定又会更popular 它可能就不会是真的 就是只带这么大的 它可能就是所有的东西 它可能就会变得好小好小 就变得你随身攜带 变得像时尚配件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都可以去联想到的 了解 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应用的层面 其实我觉得就可能 从各个行业 其实在连接到个人 跟个人更相关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还蛮有趣的 像其实Vision Pro今年推出 其实我觉得也在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东西 就会慢慢就是落到 这种刚才金妮讲的 随身攜带 对啊 时尚配件 对啊 然后它可能就是 更加的辅助你的工作 或是很多个人化的一种 就是办公方式啊 对 就是沟通方式 对 这就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讲的 是的 就是它会 大家不要以为科幻电影是假的 科幻电影那些导演 其实我真的有认真研究过它们星盘 它们其实都有很强的海王星跟天王星 甚至是迷惘星的能量 所以某种程度它们天线 我们讲的天线 它们想象力 是可以真的比较是那种无远否解的 所以你也可以说它们 它们其实你不要说它们是通灵者 我觉得它们其实跟宇宙的连结之间的紧密感 那些真的能拍出 写出科幻小说 或是科幻电影的那些人 它们事实上在想象的东西 就是人类的创造力 人类的创造 其实所以科技 就像您刚讲的 科技 AI 元宇宙 其实是在服务人类的创造力 对吧 所以它其实把你更面向到是 你生而为人 就是我们讲human being 你怎么可以跟human being 讲这件事情 然后变成透过人最珍贵 最有价值 就是那个原创的东西 所以你会花更多的时间 在enjoy your life enjoy你这个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样子的发展下去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就会变成是说 人的本质 就是说人的本质 我觉得可以更来彰显 而且我觉得未来的人的生活 会越来越更好 而不是大家想到说 好像一个科技的来临 其实取代很多人类 或是大家会觉得很恐慌 之类的 我觉得反而是怎么去拥抱它 然后我觉得会变成是 真的很多个人的东西 然后个人的能力 然后个人的生活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是更能够被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去 想象它 拥抱它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看到的 一个AI结合元宇宙的 一个大未来 其实我也非常赞同敬意讲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常常 分享很多 我觉得电影 我觉得电影 其实看电影 我觉得可以看到趋势 看到未来 其实里面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 你好像看到觉得 现在好像好先进 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在研究它 我们都觉得说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 接下来该发生的 对 我给你问一下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不是看过那什么 有一部很久的电 叫什么回到未来 好小好小的时候 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回到未来 不是有那个什么手表 什么跟手表说话 跟什么什么那种 结果现在 对啊 然后都是啊 都成真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科技的发展 就是让我们 我觉得改变一些我们的 一些固有的思考方式 所以像现在就是 也是出来的这些量子理论 然后量子纠缠等等的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传统的物理学 其实并没有 大家想象中的是这么的 就是那种经典的那种物理学 反而就是说 你会越来越围观 然后越来越可以 跟心灵去做结合 然后越来越理解一些 就是所谓的一些 你以前可能觉得 很难理解的事情 对啊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从这个方方面面的趋势 其实来看到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了不完啦 我们都还蛮希望 有机会多请进一上我们的节目 没问题 对 因为我觉得科技 跟这种未来趋势的结合 我觉得跟个人心灵的能量 其实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它可以去产生 我觉得各种的这种 大家刚才讲的跨界嘛 的一种交流 然后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跟想象力 在这一集的节目中 就是我想说聊了非常多 这个有关于占星啊 星象啊 还有科技的关联 那在探索这些星象 跟宇宙的奥秘的同时 我想说我们真的也发现了 就是各种的可能性 我想说这个占星学到原宇宙 其实从个人的理解 到整个全球趋势 还有越来的预测的发展 慢慢会发现 其实我觉得占星是我们 我觉得现在人 觉得还蛮值得去探究的一块 而且每个人 其实也都是原宇宙中的 一个主体宇宙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你在原宇宙会埋没了自己 反而你在原宇宙中 好好发挥 你自己也是一块 非常闪闪发光的宇宙 所以我们最后回来 要再请静怡 跟我玩一个小游戏 好 这个小游戏 我们叫做创造力 想象力的小游戏 其实很呼应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人类 其实就是要创造跟想象 其实以后 属于那种苦工 属于那种助理 就让AI帮我们代劳 那原宇宙当然 让你看到更多可能性 但是事实上 我们就来看 这个创造力跟想象力 会怎么来发挥 好 那我们就请静怡 帮我们抽一下 我们这个动词 主词 名词 形容词 来帮我们抽一下 对 我们就 对对对 形容词 动词 形容词是丰富的 动词是联系 然后主词是同事 名词叫做学习 哇 这个好木星双子 对啊 静怡用占星学 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几个名词的能量 好 来 来 丰富的意思呢 其实呢 它代表的 它是形容词跟负词 可是我一直觉得 丰富这件事情是 人生的目标 或是它可以让你的人生 变得更多彩多姿 更有可能性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的世界 在AI 在元宇宙的时代 请你让你自己 有丰富的视角 你要有丰富的观点 然后告诉你自己 是可以360度 像达文系一样这样思考 好 然后呢 可能性 对 联系呢 真的完全就是 水星跟双子的连结了 所以呢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 访谈当中 我们一直在强调 是cross over 跨界这件事情 可是跨界要从什么时候 从什么开始 从联结跟联系开始 你去跟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事物 还有不同的领域 去做联系跟连结 所以 他跟外星人联络 对 所以没事呢 就多跟朋友约喝咖啡 好 所以联系这件事 绝对是创造力的来源 因为其实你要透过有素材 透过就是 我常常形容 创造力它不是 那边等着那个 我自己是做交集很清楚 大家都会想说 那种灵感 灵感不是从天而降 灵感是 它很像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透过你在生活 或是你接触的人事物 去碰撞 它很像打撞球 就是撞球 那个小白球 那个母球 由他去撞一号球 九号球 五号球 这样的概念 所以 动词联系 好 讲太多了 好 然后呢 主持是同事 我跟你说 这又很双子 它其实代表是 同伴的感觉 接下来 我认为 每一个人 都可以是联盟家 我们刚刚讲说 水平能量是联盟 对不对 所以呢 请你去找到 你在你这个联盟组织里面的 同事 同伴 或是伙伴 他们才会是 真的一起 迈入 让你迈向一个新时代 你迈向新时代 一定要有同伴 然后这个同事不单纯 不单纯只是我们过去讲的 就在工作场合 就在工作场合上碰到的同事 任何跟你一起 比如说你觉得 你接下来就是 要吃喝玩乐的创新 那你去找吃喝玩乐的同事 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好 有伙伴关系 对 学习这太重要 我常看到那种 就是很高格局的人的心盘 他虽然在这边 我抽到的是名词 但我可以说 他可能这辈子都不断 永远不会间断他的学习 那学习更是一个水平的能量 水平跟双子的能量 风的能量 可是像以前的学习 好像就是透过书本 我常说阅读 你要改变对阅读的定义 阅读不是指头阅读书本 其实阅读人 阅读世界 阅读宇宙 阅读你自己 这件事情 都是学习的一环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水平世代之后 其实当然我觉得 我们就真的要跨界 然后攜手找到伙伴 其实一起来做各种的学习 然后呢 我觉得在透过叫做co-worker间 伙伴间的紧密联系 我觉得会创造更丰富的能量 那这种能量我觉得就是 各行各业 我觉得都会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 接下来要迎来一个 我觉得更美好 而且更有想象力的时代 好 那我们太感谢 金仪跟我们的精彩分享 我觉得这几个名词 我们透过这个 占星的能量来解释 我想又有不同的一个观点 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来临 我觉得我们大家就尽情地来 开心地来拥抱它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金仪的这个精彩分享 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更多的资讯 请关注我们下一秒制造所的 IG跟FB粉丝页 也欢迎加入我们 台湾实境科技创新发展协会 SRA 那一样呢 大家可以滑到页面的最下方 建入会的连接 让你走在科技的最前线 我是主持人Jennifer 我们非常谢谢静怡 我们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大家邀请到静怡 来帮我们解析更多有趣的 好 热意之志 对 占心之事 好 那我们就下一个N秒见 拜拜 拜拜 拜拜